法国去年签订学徒合同数字再度大增 根据劳工部2月2日发布的报告 法国在2021年签订了约71万8千份学徒合同 既前一年增长42%之后又增长37% 其中四起领域签署了69万8千份合同 2020年为510300份 2019年35万4千份 在疫情背景下两年几乎翻了一番 学徒制适用于16至29岁的年轻人 雇主与学生签订合同 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一边在工作中实践 劳工部长博尔内称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各种层次文凭的学徒数量都在增加 与往年一样 大学文凭的学徒工占据了所有合同中的大部分 博尔内称 这并不是说高中或以下文凭的人数就会因此减少 学徒制对低学历者融入就业的作用最大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签订的学徒合同 比前一年增加了21% 此前一年度的增长为13% 根据2020年数据 六成年轻人在学徒期结束6个月内就业 博尔内总结到 这是一种优势明显的学习方式 经常是获得工作的关键机会 学徒合同增加的原因 主要是2018年的改革 在录取和培训方面放宽了条件 自此之后 法国在原先1200个学徒培训中心的基础上 优先创建了近1500个 疫情期间退出并延长至2022年6月30日的 未成年人5000欧元 成人8000欧元特殊援助 也推动了学徒合同的发展 这比奖金是雇主第一年的成本几乎为零 此外 2021年的情况也受益于经济回暖和企业招聘需求 法国人住房条件恶化 30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发布的住房状况 最新报告显示 法国410万人没有体面住房 其中30万人无家可归 比10年前翻了一番 据巴黎人报报道 这份报告指出 在马克龙政府5年任期内的珠博住房问题 包括不体面住房过多 缺乏紧急住房和收费住房 削减个人住房补助等 种种情况令人担忧 根据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的数据 更广泛来讲 法国1,210万人的住房条件不佳 包括住房面积不符合居住标准 难以支付房租或杂费 难以保障能源供应等 该基金会总代表克里斯托夫·罗伯特 遗憾到 马克龙政府并未将住房问题 作为5年计划的优先事项 克里斯托夫·罗伯特指出 法国只有6%的住房补助会 及无家可归者 这实在太少了 本应做得更好 他呼吁迫切需要遵守分配给贫困家庭 和优先家庭的25%社会住房配额 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7% 他希望下一任总统能归还自2017年以来 对住房补贴进行的所有削减 这价值40亿欧元 在帮助居民摆脱贫困和获得体面住房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还呼吁政府创建一个专门机构 解决并未住房问题 以防状况不良的建筑倒塌 法国有220万户家庭在等待收费住房 但供应没有跟上 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的研究主任 曼努埃尔多默格解释说 2021年政府批准了9.5万套收费住房 但其中一些是面向中上层阶级 这导致了一种反常现象 即社会住房被拒绝分配给那些 被认为太穷而无法按时支付租金的家庭 因为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应付租金 会超过税后收入35%这一杠杆 曼努埃尔多默格强调 应在住房紧张地区 维持和推广租金管制这一试验性措施 根据该基金会的调查 在租金管制地区35%的房屋出租广高 超过了租金上限 平均每月超额196欧元 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必须对违规行为施以言诚 据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计算 2021年法国有1200万人 生活在家庭能源供应不足的状态 建议政府将公共援助增加一倍 并全面进行住宅能源改造 在此之前 未有困难的家庭提供每年700欧元的能源支票 该基金会提倡保障最低电力服务 即在贫困家庭无力支付电费的情况下 确保最低限度的电力供应 2021年11月 占供电市场70%的法国电力公司 已对这一提议作出积极回应 基金会希望政府将该制度写入法律 以便所有电力供应商都能参与其中 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建议 对豪华房地产交易额外征收附加税 以抵消房价上涨的影响 并为更多受惠住房提供资金 基金会还呼吁对捐赠和继承房产征收更高的税 以更好的解决不平等问题 感谢观看